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All Regents Camping全域露营,我是Iron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露营供水2.0 现在呢,我今天从网上新购买的 也是好朋友周朗推荐给我的 这一个水袋 这个水袋是放在皮卡或者你的SUV的第二排座架的后面 因为皮卡它第二排后边那个座椅是有一点角度 所以呢,这个袋子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装满水之后,安装完成之后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是下边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储藏中间 上边是挂在车上的某一个位置上 然后现在我呢正式带给它往里边冲一些水测试一下 在安装之前呢测试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有漏水的地方 上边这个管呢,它是一个叫做bracer 就是类似于当你灌水的时候呢 当你灌到一定程度,这个空气需要排出去 在灌水的时候把这个打开,让那个空气往外排 然后呢,这个比较粗的管子就是用来往里边去进行注水的 然后最下边这个呢 这边带一个开关,这就是出水用的 因为最后你会把这个袋子藏在这个衣服的后面 所以呢你在操作的时候会用到这两个管子 对,我们现在继续给它进行一个注水 看看它是不是还在漏水 测试一下这个袋子的密封形 在安装之前呢最好是对这个产品进行一个测试 以防你在安装之后啊出现什么问题 你这样车里边就不容易被淹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放在车里边的嘛 我买的这个呢,是一个85升的一个 85升的容量 大概相当于,就是正常之前咱们买的那种桶吧 那那种桶应该是20升的 应该相当于4个那种桶 等于有了这个之后呢 就把后边那个空间给它利用上了 同时呢也不会说 呃,再去占用更多的后备箱的位置 我现在大概注入了一半的水了 注入了一半的水 我们来检查一下 看看这上面有没有什么漏水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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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后边的清理一下 把这个孩子安全座椅什么的 就要给他卸下去 我记得当时安装这个还是挺麻烦的 皮卡的跟别的不一样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后边就是这个皮卡后边的空间了 这是一个这是这些轮胎的急救的一些工具 拆卸轮胎用的 放到一边 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工具都拆出去了 然后观察一下这个里边需要注意的就是像这些凸起的地方 都是比较有潜在的可能对这个水袋造成伤害的 因为金属的东西虽然不是特别锋利 但是可能也会对这个水袋造成一定影响 所以待会我们要把这一块稍微的处理一下 把这些该包的包起来 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都大概观察一下 现在我们是用这个也是班基斯买的一个小块的防水布 把它铺在了这个后边去挡住这些金属的这些比较尖锐的东西 然后呢前面也是也尽量覆盖了一下 然后上面它这些有一些悬挂的这些孔是预留好的 我是把它用这种zip tie呢连在了这些靠枕的位置 这些靠枕你拉开之后都会有一个杆嘛 是插到这个座椅里边去的 都可以当做固定点 然后这个我这个车在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就是 这个孔位 这个孔位是用来连接后边这个固定点的 就是当你座椅直立起来之后 这个孔位是要去连接到它的 所以呢 就是我这个现在这个水袋 高度是尽量控制在它这个孔位之下 这样我的一个座椅打开之后还能固定上 好 好 现在我们安装完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bracer呢给它打开 往里边进行一个注水的实验 待会我们看看这个最终里边一共是装了多少水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这个测试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水袋里边这种安装方式 到底是装了多少水 因为这个水袋的设计呢是能够装85升86升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后边的空间可能没有那么大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 现在这个桶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桶它设计是22升 我估计我大概装到这个位置呢可能就是20升左右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桶灌满 正好也不用浪费 我们出去野营的时候还可以带着这个桶子 我把这个管子呢藏在了这个出水管 藏在这个椅子的下边 对 这个出水管上自带一个这种小的这个开关 现在我们这个第一个桶就快装满了 看看它的水的位置 看看它的水的位置 好 这里大概应该是20升左右 现在来装第二个桶 来我们现在来加第三洞水 我觉得这桶如果能装满的话就很不错的 装到60升已经是很多了我觉得 现在这个水流已经开始明显的变小了 我们等它那个全部流完吧 看看一共有多少 其实里边应该可能还会剩一些 在那个底部 因为底部是平的嘛 肯定有一些那个凹下去的地方还是存一些水的 估计以后里边还要再稍微改进一下 加个歇坡什么之类的 看看能不能把它这个水全部给它放出来 现在这个水流已经特别小了 我们基本上就忽略不计了 可能水袋里边还剩大概有个半升半升水左右 可能会有一点点在里边存流 现在我们先把它关闭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边 我觉得这一桶呢可能大概装了一半多吧 那加上前面两桶 我估计现在这个水袋里边实际的存储量 应该是在50升左右 50升大概出去个两天三天 应该是蛮够用的 因为到时候我们那个饮水 还会在车上放一箱矿泉水什么的 所以加一起大概总的水量也将近有个六七十升吧 七十升左右会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样你水袋装在后边之后 我们就不用带两桶这个水桶了 后边还能节约出更多的空间去装其他东西 或者让那个车身呢整体的重量更均衡一些 好了谢谢大家